大家好,我是萨姐 这个季节的稀泥美得不像画 到处开满了紫色的兰花银 今天我们来做个和紫色相关的甜点 淡紫色奶味十足的芋泥配上焦香的烤布丁 口感真的是一流,做法也超级的简单 新鲜的芋头洗干净去皮,切成片 放入蒸锅蒸到筷子可以轻松的插进去 等放凉之后,搅拌盆里倒入芋头 黄油,细砂糖,紫薯粉 炼乳和牛奶 打成很细滑的芋汁 盖上保鲜膜,放入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这个布丁叶可以参照蛋挞的做法 用4枚中号的鸡蛋和2个蛋黄 打散 加入淡奶油 牛奶 细砂糖和煉乳 搅匀之后,过筛 可以让这个大奶叶更加的细滑 纸杯模具的尺寸放在饰瓶的下方 芋泥馅倒入裱花袋 挤大约纸杯的2分之2 再倒入淡奶液,8-9分嘛 多余的芋泥馅可以盖好冷藏5天左右 放入预热好210度烤箱的中层 烤制25-30分钟 大家可以根据纸杯的大小和深度来调整烤制的时间 表皮烤到焦香 刚取出的时候表面是鼓鼓的 等冷却后就会稍微凹下去一点 焦香的淡奶布丁,混合奶香浓郁的芋泥馅 一口下去满口的满足感 如果你是芋泥控,这款做法简单的芋泥烤布丁 你可不要错过了 离开前别忘了点赞,订阅和分享 也可以留言给我,我们下集再见